这位是进了塞尔维亚真正的大城市了 后面的奔驰大货还在追我 开的特别快的 线数100他们也不按线数跑 后面的大货都抄我了 想我开的吗 奔驰坏车 这什么车 线数80他们也不按照线数来看 这边可能是 没人转应该是吧 大众4S店 前面红灯我们要右转 但是上面有一个stop sign的牌子 就不要转了 等绿灯再转 现在我们应该到酒店了 应该是到酒店了 在房子找了很久 终于找到一个差不多少 还免费停车的地方 酒店 嗯 是SKY天空 Hotel 有没有 那儿 那儿 看下来 您的目的地在左侧 到了到了 现在来到了 前南希拉夫大车馆 这么多中国人 在这看着呢 现在就起成了一个 中国没法车吧 因为呢 因为呢 中国呢 过来已经资认了一个地区 现在这个遗址已经建楼了 已经建了贝尔格雷德 中国文化中心大厦 已经建到这里了 好了我们走了 车 停上面好了 我们停到下面了 还得走上 我停在外面了 这里面 有这么多停车位 那会儿有呢 这挑了一个栽冷的 对啊 他得泼洗 特别累 你的教练 看到这一幕呢 挺奇怪的 我没有教练 那自学成才 还有人 谈提他呢 现在 是到了卡莱梅格丹公园 这是卡莱梅格丹药塞 哇 这是我 是 好 好 我摩嘍 好 好 那么 没有人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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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感觉比那个诺梅沙德那个 要壮观一些感觉 好像 好像就这么大 还是上面还有 我们先走一走看一下 应该还有 这个一到了就感觉眼前一亮是吧 比那个 泥史那个 好太多了 嗯 这有个铁门 这是不是也是用来 像监狱一样 换人的 这好像有英语了 可以上啊 都上了 能看到贝尔戈德城市 能看到一点 看一下 应该是东脑河 嗯 这还有咖啡厅 啊景色不错 嗯 东脑河 应该是用各种万镜 首飞 嗯 比较黑 五十 谢谢 谢谢 你好厉害 这中文 嗯 这就上来了 还行 不能太高 是在这边吗 开始落 还要转一圈 才能上来 这回 上到最高点了 好累 这边 这边就能看见 基本上整个贝尔戈德的 好 是 好 是 我来 再来 我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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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是的 都没有人了,都让我们靠走了 这就是城堡大门 这边飞机特别多,好像是战斗级的训练 天上特别多,这样喷嚏式飞机,应该是战斗级 这个路不太好走 女士们不要穿高跟鞋 高跟鞋会崴脚的,在这走 下去好像就是公园,旁边那公园 这里面是餐厅 这路太烂了 这应该没什么了 这是我们在贝尔格雅特住的酒店 比较小,但是停车免费 再找他600多一点,一天 还有一小阳台 厌民朋友们,可以在这洗眼 开始没给我带阳台的房间 后来我跟他换了 这是我们的小吃,在这停顿呢 挺方便的,主要是有停车场 很多酒店都没有停的上 万豪,万怡,还有皇冠假日 这些酒店都是25欧元 25欧元停一天 这个就是免费停车 这点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